《太子谋反太宗》 《玄武门之变诸兄杀弟逼父才成功上位的》 事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 李世民与部将设计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 四弟齐王李渊及其二人的一众子孙 被逼宫的高祖李渊不得已才立李世民为太子 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 侍卫唐太宗 李世民的上位是充满血腥的 但是他称弟为王后 对自己的子女却舔毒行身 即使是他们犯下大逆不倒之罪 李世民也不忍下杀手 而是想法保全他们的性命 比如李世民的嫡长子李成贤 在毛反被捉后 按律本应赐死的 结果只是被废为庶人 李成贤之所以能得此善终 一个名叫莱绩的七品小吏功不可目 莱绩是南阳新野金和南新野县人 祖商 人官者众 他的父亲是隋朝名将莱户 他的十九氏族 莱设曾关居东汉中郎将 对于福西隋坛故事的读者来说 莱户的名字并不陌生 他早年投奔隋军 参与平定陈朝以及江南叛乱 累功至上开辅 大将军 大业年间 晋拜又一位大将军 并以行军从晚之职三次隋真高距离 平定阳选干叛乱 后随随阳帝寻姓江都 官至祖一位大将军 于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时 随阳帝遇事来获一同遇害 莱户就出生于江都 金江苏省梁州市 江都兵变时 莱家除了莱户被与文化击杀害外 莱户的大哥莱户 时为散骑士郎 招散大夫 五个莱红 时为诡异狼将 金子光路大夫 六个莱整 时为五分狼将 又光路大夫亦同时遇害 莱户和哥哥莱红 因为年龄太小 而躲过一劫 莱户的童年就是在家族 惨遭这种杀戮之后的危难中度过的 年少的莱户虽然流离艰险 却赌质 好学 有文词 善谈论 有小食物 唐高祖五的年间 好中尽时 成为唐王室的后辈俊才 唐太宗礼师民继皇帝位后 莱户被任命为通事舍人 是个成帝奏章 传达赵命的事务官 品极为正妻品家 因为在皇帝身边工作 所以上班时也可以发表些个人意见 比之外观的县令 更有话语权 贞贯十六年 六百四十二年 太子李成前因为忌惮 同样深得父亲宠爱 且怀有毛笛之心的同母胞弟 魏王李太 在试图暗杀李太失败后 遂与汉王李元昌 成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渡和 侯军级等人勾结 打算起兵逼宫 劫事情败露 为成前逼宫谋反本是不可宽恕的不赦之罪 但是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 不忍心来杀了他 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 最后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 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 该怎么处置成前 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这时通事舍人来计站了出来 他只对李世民说了一句话 陛下上不失做慈父 下得尽天年 极为善意 来计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最好处理结果是 皇上不损慈父形象 太子还能想天年 自得善终 为最佳 李世民听吧 这是来计败给自己弟梯子 于是 立即下令将李城前废为庶人 流放前周 总算是保住了艾子的一条性命 而来计也因为一句话 轻易化解了唐太宗的疑难 不久 就被李世民禁为考公园外郎 来计从正习品下的通事舍人 一下子进生到从六险上的考公园外郎 并且还是执掌官吏考核的重要岗位 这可是连生三级的道理包儿啊 太子承贤之败 太宗卫士臣曰 欲非以处承贤 群臣莫敢对 挤进曰 陛下上不识做慈父 下得尽天年 极为善意 顶那西眼 俄处考公园外郎 旧唐书郡八十列传第三十 来挤 因一化之功 从此受到李世民父子的重用 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贞贯十八年 太宗任命来计为太子李治的司翼郎 兼从贤管之学士 不久改任中书舍人 与灵胡德分等赚进书 太宗驾崩 太子李治继位后 来解调任任中书侍郎 兼洪文管学士 兼修国士 永辉四年六百五十三年 来几拜下 未同中书门下三品 永辉六年六百五十五年 来几拜中书令 简校吏部尚书 十八年 初至太子四一郎 高期选 而以继为之 兼从贤管之学士 千中书舍人 永辉二年 拜中书士郎 兼洪文管学士 兼修国士 俄同中书门下三品 封南阳县南 千中书令 简校吏部尚书 新唐书郡一百五列传 第三十 君臣相处 本来是非常融洽的 但是 当唐高中李治 有了废淑王皇后 令立武则天的打算后 来几却犯了将劲 与其他大臣 一同尚书阻止 惹恼了李治不说 还把武则天给得罪了 来几的好日子就这样被断送了 显庆二年六百五十七年 来几遭人诬告与人和谋谋反 被贬为台州 金浙江省台州市刺史 终身不许回京 三年后 改任庭州 在西突厥实姓的边界 金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刺史 龙朔二年六百六十二年 西突厥部落进攻庭州 来几统兵防御 对部下说 我曾经触犯刑律 蒙能赦免死罪 现在应当以身赎罪 于是 来几步穿甲轴 率军出击 立战阵亡 一代名臣 以这样惨烈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久之 喜庭州 龙朔二年 突厥入寇 继总兵拒之 为其众约 无常挂刑网 蒙是死 今当以身色泽 罪不解咒而吃贼 梅艳 年五十三 自储州刺史 给灵儿还乡 新唐书郡一百五列传 第三史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